好的 那我們現在準備要開始進行下午的第四個議程 那OK 接下來我們要講的議程呢 主要是 硬和Developer 一定要會的東西 DraftGuy on Win 然後由我們的O3 大家為我們帶來精采的 我們帶來這DraftGuy on Win的介紹 好 為我們帶來精采的Win的介紹 那請大家給他一點掌聲 謝謝 那大家好 今天 雖然我在這個Web的Trip裡面 當然我是講的Win的題目 那就是我們這次大概只有一個Win的Talk 那Emails本來有三個 還蠻厲害的意外 而且還沒有打假 就是大家之後可以去聽聽看Emails 那就是我的實愛已經在網上 那他是一個用Vin做的叫Vloom 就是如果參加過OSTC 就是有一個叫Inti的黑客寫 用Vin做簡報的一個特供Strip 那就稍微簡單 自我介紹一下 就是 我用的ID是O3 那我的帳號在這幾個網站都是一樣 然後 我現在大概提起做那個前端公司工作 那這個 就是 這個 我有免配一些DIN的PAC1 那 像是 喔 對 已經太長了 然後這個是它有幾乎都幫你Github上 那就是 用Github的搜尋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就是可以看到一個清單 那 比較有名的大家 可能 可能有在用ZHCNL5.Vin 然後 最近我在做 比較多信是 JSRI LIBRAS Synthes.VI 這個是 就是有 ZQuery HAPPON之類的 還有一個JS Synthes.VI 那 就是 因為做這個關係 我又做了一個 所以 其實很不錯 就是我又把人家一個家具 C-PAC拿來 M-PAC 那 除了這幾個之外 我還有做了像 ZSynthes.VI 這 ZSynthes.VI 其實我是拿來M-PAC 那 扣不去的是我 Best on ZSynthes.VI 來做的 那 這我等一下都會稍微撿不到 那 這兩個其實我已經沒在用 雖然是我那弄 那 另外兩個是 這兩個 我都還有在用 那它都是M-PAC 已經不見了 我把它接下來 好 那 H-M-PAC 後面已經不會再講到 所以我這邊先講一下 就是它是 我在M-PAC最多人用 那現在有 Github有三百個星星 那我做的時候 當初是 我有個人需求 因為我想要 用V-I-N寫H-M-PAC 但是它 它裡面的Synthes 它的C-Function 都不支援這些新東西 那所以我就只要 只要把 內建的東西拿出來 我自己去加上一些新東西 來M-PAC 那我做 我做的差不多的時候 就是 我已經沒有什麼 在寫H-M-PAC 沒寫H-M-PAC 文件 不過它沒有死 就是有問題 我還會修 那其實我還蠻缺的 幫我把很多新的API去 那些關鍵字整理出來 因為它其實看文件 看起來還蠻辛苦的 那就我們接下來進入正題 那 好 那 我今天會講的是 就是VI-N寫H-M-PAC 我有用到 就我在工作上會用到 然後 接下來我在維護這些PAC 發現的一個 叫Synthes 有一個很大的 就大家可能不會感受到 但我在做相關的開發的時候 就感受到很大的問題的一個Bug 然後 再來就是VI-N User Community 現在的一個狀況 然後再來就是 VI-N寫H-M-PAC 應該要怎麼用 那為什麼要用它 好 那首先 我們從Synthes開始講 那 加十一的Synthes File 就是 VI-N有View-In 就是有內建的嘛 那 可能有些人知道 就是VI-N 在命期1.3 7.0開始有Complete Function 那 有內建一些 Function可以用 那包括 7.3 就有一個Synthes Complete 就是我可以用Synthes File裡面的Keyword 拿來做Complete 就是那個自動補完的那些候選擇 那 如果 知道怎麼正確設定的話 你就會發現 加十一塊沒辦法用的Function 而且你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好 那 我就下去看程式嘛 就發現 呃 這邊有很多行 那 大家可以看到這一行 就是 它有一個FT 就是FileType的名字 那 就是 就是 幾乎所有的加十一 Synthes 欸 有沒有少一頁 喔 好 少了滿多頁 好 就是 呃 欸 好 那 那加十一Synthes File 就是內建的那個版本裡面 也看到它寫的是寫怎樣 那 那 有 知道江西在命裡面的FileType的話 它其實是全部小寫的 就是 它的Synthes寫的是S字大寫 但是 FileType其實是全小寫 那 哪個對呢 喔 這個是他們真的不一樣 那 哪個對呢 就是我在文件裡面找到 就是 它有說 其實 你的Synthes的那個名字 Groopername 應該要用FileType做Prepex 而且那個FileType是全部小寫 那 就是和 和FileType 就是和 和裡面的FileType 不自己選 是在 裡面設定的FileType 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 就看到的時候 就 有這種表情跑出來 那 這個問題 產生了什麼 其他的狀況呢 首先是 所有的Grascript Synthes 都 幾乎都辦了同樣的錯誤 那我找一個 是用JS開頭 那我只有一個 那再來是 像TypeScript 和JS很像的 他就變成 也是跟著犯了一樣的錯誤 好 然後更知道的是 我在做Library Synthes的時候 我就想要 做一些整合 那我就發現 怎麼有些東西對不起來 那就是 就是有這個狀況 那 那我的Library 除了Grascript 還要支援一些其他語言 那 這邊有列出來就是 剛好就是Grascript 就是 會有這個狀況 因為它是那個 KMLCase 那其他語言 的DialType 剛好都只有一個字 那為了解決它 我就是 聯絡了那個 Synthes Complete 的Maintainer 然後 我也去 跟TypeScript 的Synthes的人講 然後 還去 MinDev的MailNist 發信 然後 我自己的Library 我那時候就開始做一個 WalkerLong的守護選 那 先看看我WalkerLong的守護選 那 結果就是 在我的那個 Private裡面 某個目錄 去按LS 就會讓我每個FileType 然後每個Library 都會有一個檔案 那這樣 我就可以把它切開來 不過 因為我要讓它可以 自動化產生這些檔案 所以 剛剛問題其實還是很麻煩 那 我剛剛那幾個 去跟那些Maintainer 聯絡的結果就是 其實這有Synthes Complete 那個人 有比較正面的回歸 那它就是 有 給我一個新版 它的版號是 現在新的裡面 應該已經內建 那 這一版它其實是 你可以自己指定 自己Assign 那個 那個 Match的Pattern 就是本來它會幫你 幫你設好就是 那個FileType開頭的 的那種Coupon 那它才會加進來 因為你的那個Synthes 可能會去include其他的FileType 那那個時候 那些 Synthes的關鍵字 可能其實就不是你需要的 然後 那TypeScript的那個 Olet 它那個時候回歸 它會看一下這個問題 然後 就 到現在都按個修 然後 Mintip 那邊就是 叫我去 找那個Synthes的作者 那 那個作者也沒有回應 就是這樣 所以我自己就 拿一個 網路上找到 看 就是現在 已經 一段時間沒人改 東西 但是看起來 內容還算不錯的東西 又自己 維護了一個 叫做Synthes 那 這個 這個Synthes 我就是 呃 除了處理剛剛那個 Google 那 我還接到不少 一群有敗的 地球進去 那 JS Dock 這個 支援也比較好 那我還去支援Google 那一把 原版的B2 和Google那一把 都有支援 那 那還修了不少 裡面的一些小 Bug 那可能都是 對大家來說 可能都比較不會 發現 就是很小的 細微狀況 好 那 Covid Script 因為其實我現在都在寫Covid Script 就是 呃 就大家可能都是用這一套 並Covid Script的Bug音 那 就是 用了這一套之後 我去開一個Covid檔 然後執行這個指令 就是 我要看一下這個 Current Synthes 這個變柱的 現在的指數 那這個是一個 呃 就是 不是 不是Spec 是讓定時你的Synthes 要設個的東西 那它 有點像是約定成熟的一個變數 那就是告訴你 你現在 這個檔案 正在用哪一個Synthes 那 結果他告訴我是JS Dock 我就下去看了 他明明就有一行寫說 ZTB Current Synthes 等Covid 結果他竟然 跟我說是JS Dock JS Dock 看到就很傻眼 翻證我 翻證我 那 最後我好像找 就大概就是 這邊有一行 就最下面這樣 Synth Include 它去 include JS Dock 的那個Synthes 那 這邊就我剛剛講的 就是那個Synthes Complete 它為什麼要做剛剛 那個過濾的動作器 就是像JS Dock 它可能去 include 對 像CovidS Dock 它可能去 include JS Dock 它可能只要Covi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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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Dock 像這種Case 那 它做了這件事之後 就是 跑完這個JS Dock 這個JS Dock 之後 你的CovidS Dock 就在裡面 就被設成JS Dock 然後你看剛剛這行 它其實有檢查 這個東西存不存在 它已經存在 所以它 就不會 根本不會跑下面那一行 然後 就 就 很難過啊 就是 我又只好 所以我又只好在 我 我有選擇 那那個 剛剛那發肯定 它已經 八、九個月沒有人 沒有新的Commit出現 那所以我又只好 自己再弄一個 那 就是 為了 處理這個問題 我已經 有三個專案是在 修這個東西的 好 那 所以 Synthes 還是要 Handle這個問題 因為大部分人都不會去用我的這個 Vinc-OpidS Dock 那所以我只好改成我去檢查FileType 就是我 沒有再用CovidS Dock 所以 比較正確是應該用CovidS Dock 那第二個就是要講 自動補完 就是CovidFunction 那 那 命期開始有 那個 owning complete 那它是那個 叫全部完 那 全部完的機制其實就是它 呃 就是你按Ctrl 也可以是Ctrl O 然後它就會去Call一個Bunk 那Bunk你要自己設 自己設好 就是它有一個owning bunk的變數 那 那 就是 以加水域來說 就是你需要寫一行像怎樣的Code 那 有了這行之後 就是你的owning bunk才有 那你按Ctrl、X、Ctrl、B 你才找得到那個方式 那這個方式 現在上面這個方式是內建的 那 那你只要按Ctrl、X、Ctrl、O 那現在內建有那麼多 就是H&L加水域 H1排上 那你也可以自己寫一個 它文件有說 如果要寫一個的話 你應該怎麼寫 那 那 不過 預設的JS Complete Function 就是 有點過時 然後 我那種 就是去找一個 比較在維護的 叫JS Complete 造兵 那 它的設法不一樣 因為它的檔案名字不一樣 所以那個方式的名字不太一樣 就是 如果你要換的話 這個細節需要注意一下 那接下來 有一個問題 Ctrl、X、Ctrl、O 要按兩次 有點辛苦 所以 就想要 像那些ID一樣 我打到它 選到自己列出來 那種感覺 就很方便 那 有一個做法 是用Super Tab 那 像Super Tab 就是你在想要 自動補完單字的時候 你去按一個Tab 然後就會跑出 那些 補完的結果 那再來 我再用的是 Auto Complete Pub 那這個我等一下會講 那另外一個是 Neo Complete Cache 那這個 算是 做得 比較完善的 它裡面包的東西 非常多 就是如果 有興趣挑戰的話 可以試試看 因為我曾經試過盤裝 它兩次都 都沒有成功 就是 其實就是有點複雜 好 那Auto Complete Pub 基本上就是 它自動幫你去Trigger Control 就是 它有一些設定 就是 你的 游標的位置 有符合 怎樣的配備 例如它 前面有兩個字元 都是 都是英文字的話 它就會自動幫你去 Trigger Control 所以 欸 就是作者 就是突然消失了 已經兩年的 沒有 左右 然後就是 很難過 就是 又沒有 它就是沒有 Default Support 加速器 CSAC全都沒有 它好像是一個 Ruby和Python的人 所以 RubyPython那邊有 但是 剪斷會不會這邊 所以 都沒有 然後 不過它還有設計就是 有可以 自己加裝機進去 但是 我光要 Support加速器 我就要讓它 就是完善的Support加速器 就需要加裝 我都好像在我冰R器裡面 所以 就 冰R器就變早了 那 我知道 又Maintain一個 我 我自己 Maintain的這個版本 我就是 加上 加上 CodeSphere 之類 然後 H9CSS 這些的 Defaults 你就不用在 MILR器裡面加 那 再來就是 SnipMate PlugIn的支援 就是 它其實本來就有支援 但是它本來的做法 我等一下應該會稍微講到 那 先講就是 SnipMate 什麼 SnipMate 就是 就是作者 又不Maintain 這樣 那 但是就是 有三個人 在Github上 有Maintain一個新的版本 那這個新的版本就是 改很大 就是 真的改很大 因為原來 AutoCompute Pub的做法就是 可以和它合作的做法 就不work 所以 我就是在我自己 每天 AutoCompute Pub 去 遞事這件事 那 我在我的部落格有寫一篇文章 就是 有興趣用 新版的 也就是我維護的版本 然後Compute Pub 和新版的SnipMate 要接在一起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這篇文章 那 這個是現在新的 那個 也不行 就比較有人在維護的SnipMate 的那個網址 那它現在在Github上 就是你如果搜尋 SnipMate 推薦出來的 Google的第一筆 應該是這個 那 它只有在Github上 就是你在 VinScript的那個網站 只找不到這一版本 好 那在這邊我就要講 那個 User Ecosystem User Community Ecosystem 這塊 就是 以前 我們 以前我們 在裝PugIn的時候 有點辛苦 接著我在 VinScript裡面 裝檔案下來 然後解它說 丟到正確的位置 然後 就是 後來比較好有 BinFall 這種檔案可能 直接我可以開一個 BinFall 然後下一個 它會自動把那個 文字檔解到 好幾個位置去 那 這種 就有辦法 有 一個問題就是 它很難去 把安裝你的PugIn 那再來是 你 你 例如你某一個BioType 有 兩個PugIn 例如我家屬於有兩個 FTPugIn 的檔案 就是 它會衝突 就是因為它的檔案路徑 是一樣的 那 再來就是 到那個目錄裡面 會非常的混亂 那 現在 其實就是 它以前完全不一樣 就是 Tim Pop這個 就是 它寫了一個 PugIn 叫 那 PugIn 可能 應該已經蠻多人在用 那 它就是 可以把你所有的PugIn 都拆開來 到不同的目錄 那 你的 WinFall裡面 就是整理得很乾淨 你裝了幾個 PugIn 就有幾個目錄 那 那 你要擺裝就變很乾淨 你就把它目錄 刪掉就好 那 再來就是 你所有的PugIn 都可以很簡單的自動更新 因為 以前的那個方法 你就知道 自動更新其實很難 那 再來就是 要有dependence的問題 在 這個架構下 才比較好解決 那 Hasel Jam 它不dependent on Git或Hg 只是它可以跟它的 那種 結構合作得很好 那 那我用的是bundle 那 bundle 那 我有寫一篇文章介紹過 那bundle 的 它是dependent on GitHub 那 就是 你如果不是Git的話 基本上沒辦法用 這一個 套件 喔 對 那我這邊就是要說 就是 越來越多的min script 就是只有在這些 repressory上 就是 以前我們都在min script上找 然後 或是去那個 Deep Wiki上去看 那 現在其實越來越多是在 GitHub 那個 Bucket上面才有 因為 因為有一些像 像我剛剛去接手 人家的 blogging下來 那種 case 就是它在min script上 已經有 一個 一個坑了 就是已經變成站著 但是 但我沒辦法去修改 因為我們是 原來的老 那我只能 我能做的事就是 我只能在我自己的 GitHub上去 維護 好 那 第五就是我剛剛說的 CMAP 就是現在 在min script上抓到 已經是舊版 那我自己的 AutoComplete Pub 也是 就是原來做準 它也在min script上 有一版 那 這個 比較特別就是 它 它是一個那個 Status bar 就我現在下面這條 的那個bar 那它 它沒有在 我寫頭影片的時候 它沒有在min script上出現 那它直接就在 GitHub上出現 那 好 除了Petial Gen 和Bundle之外 其實還有一套叫 Neo Bundle 那它 他們差異其實沒有 就是對使用者來說 差異沒有很大 好 那 到這邊其實我要 藉這個機會 感謝一下 就是他真的救了 大 大量的 DIM user 好 那這個是 CMAP CMAP 部分的最後一頁 那就是 可能會有人 可能有人已經 試過那些 Jarsby complete 的方式 就可能就會有人覺得 就是他還沒有到 像那種微軟ID 這麼強 那 如果有 那種 就是有想要 要那種 程度的話 其實可以試試看 Turn.js 那 這個是用一個 Jarsby做的 Jarsby complete 的 SWAP SWAP 那它 有支援 BI 那只是因為我現在都在寫 Covid script 所以我 我沒有試過這一套 那大家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試試看 那如果有 如果有 試過的話 就是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經驗 那第三個部分 是Lint 那Lint 就是程式碼的 檢查 那 以Jarsby來說 就是JsLint 那 JsLint到 VIN就是 JsLint不太常更新 所以我就是 有 HUST一個自己的版本 然後自己會常常去更新 JsLint 那因為 那個 道格拉斯 就是它其實還蠻平板的 在 偷偷更新 JsLint 就是 版本 更新還蠻平板 那我還讓 這個JsLint 並有去支援 JsLint 那 只是我現在都在寫Covid script 所以 JsLint 現在 已經沒有在用 那 Covid script是 因為我開始寫Covid script 之後才開始 那我就是 Based on JsLint 倒閉 那 就是讓它做 用一樣的架構 去讓它做Covid script檢查 只是我那個時候 只能用Covid script Compiler 然後去做Synthes check 那它的缺點就是 一次 最多就是一個錯誤 因為 有一個錯誤 它就沒辦法Compiler下去了 那 而且實際上 它只是Synthes check 它不是一個Lint Lint Lint有點像是 就是 你程式馬 漂不漂亮的那個檢查 就是你的程式馬 健不健康 的那種分析 靜態分析 那 不過實際上 就是網路上 其實可以看到 Covid Lint 就是專門用來 做Covid script的 那個 那個檢查的 那 有沒有Covid Lint 的刀兵呢 其實沒用喔 就是 因為我後來發現一個 因為 被切掉 就是叫Synthesic 那這個 這個碼 是它的 HELP 最上面抓出來的 就是 你如果 撞下去按HELP Synthesic 就會看到這隻碼 好 那Synthesic 是一個通用的 Synthes checker的 那個 interface 就是它其實沒有 檢查的 檢查任何程式語言機制 但它有的是 那個 溝通的機制 那它就是 可以用 任何一個外部的檢查 工具來做 你的程式馬檢查 那 而且每一個file type 就是單一個檔案 你可以做 多種 多種 多種的工具的檢查 那 例如JUST 他 這邊就直接 可以支援JUSTry和CopyScript 那 像我的需求 其實它就幫我解決了 那 以CopyScript來說 它就支援CopyScript Compiler 就是我CopyCheck用的 和CopyLint 那 所以我想要做的事情 它其實已經幫我解決了 那 而且是預設就支援 那 我有寫一篇文章 就是 有興趣想要試試看的話 可以點 那 好 那Synthesic對JUSTry的部分呢 就是他支援這麼多 J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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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講一下就是 CopyScript推出的時候 它有說它的程式碼 就是他Compiler出來的JUSTry 都 可以符合JUSTry 就是下面那個 它不是 不是通過JUSTry 就還有CopyLent 那 你可以到Github上看它 大概那個目錄就是可以看到他到底支援哪些導臺 還非常多 最後10秒鐘的JS-Link 好就是他會傷你的感情 這是真的 但我覺得還蠻值得的 雖然如果寫價值得你可以嘗試 試著看看他的錯誤訊息 然後如果你看不懂他的錯誤訊息到底是什麼話 其實已經有人在想辦法幫忙整理 就是大家可以真的看不懂也可以上去 還有你可以把錯誤訊息丟到Google上 就是基本上你都會找到有人在問這個錯誤訊息 你知道什麼東西 好那最後一部分就是REGUE EXPRESSION 好那在病裡面用少東西的話就是按斜線 那他有support REGUE EXPRESSION 那只是他是病的REGUE EXPRESSION 而且病的REGUE EXPRESSION就是長這樣不一樣 有文件可以看 那和JASPIA和PERL的語法差異非常大 舉例來說這個斜線DS有知道什麼意思嗎 我今天有有講真答 然後這個是斜線W可能很多人知道 就是A到D 那你知道中瓜五包斜線W在B裡面又變什麼嗎 就會變成W了 文件裡面有說你如果想要那個中瓜五包斜線W斜線D那種Case怎麼辦 他就叫你中瓜五A到D0到9這樣 好那這五個有人知道什麼嗎 如果有人能猜到的話 就是我這邊有一個龍珠雷達 因為我們時間不多 所以我們有講真答的時間不會太久 然後他還可以WALK 而且是日本原廠不是DTA或WALK 就是按下去之後他就會告訴你董叔在哪裡這樣 好有人想要試試看嗎 因為我們時間沒有剩很多 好只剩三分鐘 好那我們數三秒鐘沒有人要試的話 就是那個文件裡面都有 大家之後有心裡可以看 好就三二一 好 那如果我想要在B裡面用像Pero的那種Style的話 很多人用的是HK到B 那個HK是一個Pero的Module 那他就是 等於是Code外部的HK來幫你做手續 那我再用的是EE對格ES到B 那這套他的做法是他把 我輸入的那個搜尋語法 去轉成Bin的Vibrary Station形式 那他的作者是一個日本人 叫安久金子 他就失蹤了 然後完全沒有無奧塔 所以我後來我也開始維護我自己版本 那他其實有一些隱含的BUG 就是 你知道 我先生要講的是Bin內建的功能 不是他 那就是你知道可以用三斜線去找第三個東西嗎 就是你把按斜線去找第一 接下來的第一個 那你先按數字他就會變第三個 那你知道那個數字大一的話 那個搜尋的Pattern就會自動highlight起來 那再來就是你知道可以用問號去往前面找東西嗎 然後 ELEC DS 就是這個Pattern 就是上面三斜線他都做不到 那 所以我就想要修這幾個問題 所以我就是去找文件 去看文件 看搜尋資料 那我就找到Count的部分就是很簡單 我只要在他的comment裡面加一些參數的設定就好 然後就是 再來就是另外兩個問題就是 反向搜尋和那個highlight的部分呢 那反向搜尋就是問號嘛 那highlight我找到就是HL search 那就是想法很簡單 就是他本來只容許寫線 那我現在讓他問號也可以work 那 結果他 有問題 有 而且我找不到 發生 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我只要用問號搜尋之後 然後我本來按N的話 他會繼續往前一個找 就是 前一個前 前兩個前三個 那 我用我這個Pattern做的話 做 左右反向中 N會變成 他先找前一個 然後變成找下一個 就這樣 就是再按一次N他就繼續往下 就是他的方向有點是正向 我沒辦法讓他變故鄉 好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這樣 過了20個月 20個月 然後 我突然就是在 他可能先看到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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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說 我剛剛做的那些事情 在離開方向的 就是 我 我的搜尋的方向 還有那些 highlight 在離開搜尋 在離開方向的時候 的時候就會 被 所以我就 就是 剛剛那就是發生這種事 好吧 那就是 因為是Spec 所以我沒辦法 注意一下 時間已經到了 然後我就 關掉疑心包 應該還有 一分鐘就可以講完 好 那就一個月後 我就是 發現了這個 這個變數 然後我就是 發現我有辦法處理 好 那就是 我做了 做了幾行修改 發現就能 可以把這個問題解決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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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我這邊想要講 就是 VIM的Document很重要 如果你要寫 VIM Script的話 或是你要寫 Program的話 就是一定要看 他的Document 但他的 SEO很差 所以 你 通常需要正確的keyword 才能正確找到他 所以我這邊有一些建議 就是你知道什麼keyword 就給他打下去 即使只是CtrlL 你都可以打下去 他可能就找到了 那再來就是 你去搜尋VIM Doc 加你的關鍵字 好 那還有就是 直接去他的 Document網站搜尋 好 嗯 好 那如果找到 你就可以回到 那個VIM去 去用那個keyword 然後用CtrlL 用 用ProgramCtrlL 可以進去下一個 關鍵字要回來 就是 這幾個是我的建議 然後最後一些對分 就是 VIM Document網址 然後 Learn Behind Screen 的Hardware 是我看到最好 理解的 一個 Behind Screen的教學 那再來就是 我的VIM ARC 可能會有人有興趣 那就是 也放在keyword上 好 那 好 沒時間問題 不過就是可以吃下來找我 這樣 好 謝謝 這個 好 好 假的 所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